看看新闻吧 启动法律程序向合伙人追讨欠款 餐厅开业至今 虽然从未分得一分钱利润 韩方大股东在经营不利 管理不善的情况下一走了之 虽然为了多泰的员工 借电给餐厅很多资金近半年时间 作为餐厅无权参与管理的最小的投资人 虽然已经做到人之意境问心无愧